昨天咱们四点就挂几百摊了 看看也没卖掉 就卖了两个四技能的童子 特殊是一个都没卖掉 多文寻手最近是真的难卖啊 最近广木还是比较好卖的 但是咱们没有广木 再看一下另一个号的磁果有没有卖掉 也是卖了两个四技能童子 磁果也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那咱们再离线五个小时 明天早上起来看一下能不能卖掉 早上八点多起来看一下 又卖了一个三技能童子 特殊从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看一下这个号怎么样 这个号毛都没卖出去 直接零俩收录 来了来了兄弟们 虽然没卖出去 但是咱们刚上线半个小时 又是磁果开局 四个精英加上一个磁果群手 这组是四开的号 大家也可以看到人物里面就四个 老规矩先用五龙当催眠掉我们的155级零波层 精英怪是一万多的血 它的速度好像有五百多吧 雪大概是一万二的血 但是速度咱们没仔细观察 反正基本上都是比我们的人物快 所以碰到精英怪正常是要两回合左右 这个精英怪只会打你人物速度最慢的 所以说最慢的我们用无底洞 无底洞既能加血又能砍咒 可以开局就是一回合抓来 今天中元节大家也别忘了领取礼物啊 九点五四分又来了个泡泡泡泡 我们几个号都能抓 还是被这个龙宫抓进来了 这个主化我们就不带宝宝了 输出两个零波层加一个龙宫也是勉强能够的 十点二十四分又来一只磁果群手 这组四开的号也是非常的给力啊 先把怪先清了 然后我们再慢慢抓 不是每次都是一回合都能抓进来的 野生了咱们就慢慢抓 反正只要不打死就行 池果宝宝没抓来的话 他还会逃跑 不过宝宝逃跑的几对好像都不是很高 差不多三四次里面估计会跑掉一次吧 这个池果前面打了他一千多学 还是这么难抓 咱们抓了两个多月 可是从未死守啊 至少是池果没有打死过 就打死了个变异灵鹤 还有跑了一个变异杜王群手 可以第二只总算抓进来了 十点四十一分 抓了今天第一个童子宝宝 二技能童子练花练花 十点五十七分 第二个童子宝宝 还是二技能继续练花 针头宝宝咱们就不露屏了 十二点半 第三个童子 来个多技能啊 全是这种垃圾货二技能的 十点十八分 第四个童子能不能来个多技能三技能童子 这个能卖十万吧 大唐光复的商药还是非常好卖的 咱们活力快满的时候就买这个学色茶花直接做 我仔细算了一下 这个跟卖伤害不是差不多的 就先伤害服除了是活动的时候比较好卖 平常的时候感觉没那么好卖 清王体活咱们就继续抓吃锅 再来银华进逛一下 因为最近广木价格实在比较高啊 有点心动 传银喊的就1650万说 这长宝格摆的都估计都1700多万了 今天二技能童子还是比较多的 没看到广木寻手啊 跑过去蜜中介 又抓了第六个童子宝宝 来个四技能 二技能还是直接练花吧 六点三十九分 第七只童子宝宝 争夺也遇到了七八个 当时都是一技能或者白板 又是二技能童子 四开结束 我们再看一下五开的这组号 上来第一回合就是童子宝宝 这算不算开门红啊 这九个号有点麻烦啊 因为每天都要处理这些体活 像龙宫的伤害服务咱们就留着自己用嘛 毕竟咱们四个物理系 第一个童子还是二技能 九点四十八分 这组号的第二个童子 也是二技能 全部都是一点二六的成长 九点五十五分 第三个童子宝宝 能不能别来二技能了 我都快吐了 来个五技能 又是一点二六的 这不是跟前面那个一样吗 总算是来持国了兄弟们 这个五龙丹尽量用品质高的 品质低的好像还催眠失败有的时候 九十品以上的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反正有个公司吧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品质太高的五龙丹就是催眠两回合好像 咱们小号清怪 大号抓磁锅 边抓边清 就是不打那个超量暴击 可以 总算是抓过来了 没过二十分钟 又来了个磁锅宝宝 今天是中元节 怎么感觉过年了 相当于前面几个小时 咱们来了四个磁锅 因为是两组号 都是前面来的磁锅 二技能 还能吃月花领悟一下 直接买它几个月花 给我领悟虚米真言 好久没领悟虚米了 再买三个 这个月花还是一如地碗的坑啊 再买三个 看一下不会迟到野生死过去了吧 九个没有领悟 十一点五十七分 这组号的第四个童子 二技能没用了 咱们就全部链花 又是一个二技能 已经连续四个二技能了 一点半 第五个童子宝宝 请不要再来二技能了好吗 来个四技能最好 四技能还是比较好卖的 还是二技能 连续五个 一点四十五分 第六个童子 童子宝宝今天还是非常多的 三技能 这个比较一般 紧接着又过了一分钟 第七个童子宝宝 为什么总有人说他遇不到宝宝 我这三技能童子仓库都快放不下了 两点二十七分 又来了个这个什么永宝贵 永宝贵也抓进来看一下吧 说不定有五技能了 咱们前几天还抓了一个五技能 五点零八分 第八个童子宝宝 出现在银花店 今天要是再来个广木寻手 那就完美了 五点半 第九个童子宝宝 可以三技能接近全满 比前面的好多了 六点零九分 第十个童子宝宝 虽然还没看到广木 但是童子还是挺多的 虽然都是二技能 要么就是三技能 六点十三分 第十一个童子 不求五技能 来个四技能也行啊 又是一个两技能 六点五四分 广木是没看到 又来了个天机虫 所以银花店还是要少来 我感觉都看不到广木 七点零五分 第十二个童子 童子都来了这么多了 广木 也该来了吧 今天童子不会超过三技能 我发现 董双子来了个四技能 当时是个人马 我没有录屏 这个人马还是不错的 工资和承担都还行 这种也能卖个两三百万嘛 抓到八点 咱们就下线了 相当于抓了十一个小时 我们再洗一下今天的池锅 今天还收了个龙龟龙龙的身价也是暴涨 从之前的一百八十万 涨到现在最高是六百万有人收 前几天有人六百万收 当时今天这个人只喊五百万 咱们就给他买下来吧 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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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大的用处 一技能也懒得定出了 如果没领悟的话 因为最近的授掘长得很厉害 之前的再生才30万左右 现在要卖五十几万60万 可以总算是出了三技能大法须弥 这个持过在我们去能卖个180到200吧 这种挂长宝格还是比较好卖的 因为长宝格没有太多的存货 就是咱们没有位置给他摆了 现在很多老板都习惯在长宝格直接买 这个一技能须弥也没有领悟 三技能是不会领悟的 咱们给他吃到三十几就行 这边还有两个吃锅还没洗呢 怎么这么多吃锅啊 一技能须弥 现在咱们也给他留着吧 按我以前的脾气 一技能要么电数 要么直接洗掉 这种二技能还是可以领悟一下 已经很久没有领悟须弥真言这种感觉了 能不能让我再次体验一下 一发露魂 还有一个泡泡起伏时 不过这个要零级才能洗的 又是二技能不带须弥 咱们只能继续持育华 或者等下给我洗个泡泡零线也可以的 来吧 领悟一个须弥真言行不行 又没领悟 那就继续洗咯 白板咱们可以用泡泡起伏时 这个起伏时也不行啊 泡泡零线也不出 先给那个一技能领悟一下 没有领悟 再买几个洗一下 洗完咱们就有八个瓷锅 可以一起上架白糖了 二技能神又复生瓷锅 这种瓷锅也不是很好吗 咱们领悟一下吧 大法瓷锅真的好难洗哦 我发现 领悟哥奔雷座也是可以的 这晚上有点卡顿啊 咱们吃慢一点 不然等下吃完 它又卡住 好了 终于是圆满成功 穷木给他洗完 今天还行啊 11个小时四个吃锅 红子抓了十几二十几个吧 不过有用呢 好像都没几个 告密也是卖了两个杀掉一个 喜欢干场景做宝宝的 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吧 吸收黑鱼的红荒之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